朱老师成功入选之后 我们同学都非常激动 非常自豪 在这里上学 你的教员可能正在遨游太空 1 2 3 我们是未来的海战精英 在这里上学 你可以拥有属于自己学校的舰艇 当我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导弹成功出筒 在这里上学 你可以亲自发射导弹 歼灭敌机 这里有激情洋溢的青春 捞鱼呢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仿生机械鱼 这里有智慧碰撞的课堂 一批批青年学子 在这里催炼成大国战将 科技帅才 中国军校列阵 向有志国防的深深学子 发出邀请 加入迷彩方阵 在火热军营中 淬炼青春 2023年高考招生季 军事纪时推出系列节目 你想不到的 中国军校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 第三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一所能够一战式满足刚刚结束高考的你诸多愿望的神奇学院 你还在关注那些时尚的穿搭博主吗 来这儿 这套帅气的军装 你的 从此 你就是最亮的仔 你曾经梦想着环游全球吗 来这儿 全副武装的水面战斗舰艇 你的 它将为你最珍贵的梦想 保驾护航 你还在羡慕那些游戏中的大神吗 来这儿 那青春的院校 就是号称海军军官洋湾的海军大连舰艇学 本期节目 我们将带你预览未来大学四年的硬核生活 保证满足你的诸多期待 我们即刻启程 提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你会想到什么 是参加过14次大阅兵的学员们 正不走过天安门的威武严整 还是在远海大洋之上 指挥员坐镇旗舰的剑锋所指 无论你想到什么 这里都是他们阳帆远航的起点 我们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日 是今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 新中国以后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 主要面向海军培养水面舰艇 军政指挥军官 同时也培养海洋水文和测绘类的技术军官 建校70多年来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人民海军 培养6万多名指挥人才 80%以上的舰艇长 更走出了我军300余名高级将领 因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被誉为海军军官摇览 我们除了教授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指挥员的 各类专业知识以外 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军事训练项目 比如我们的山本远航 让你体会到国际风浪 同舟共济的热血和激情 山板远航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每一名学员必须经历的公共课程 而且要完成这场训练 本身就是一项壮举 这个山板远航到底有多远 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 是从大连一直划船 划到烟台 横渡博岸海下 他们这次行程要划整整五天之间 让人难以想象 那么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你拉脚速度给忘记了 出水快 入水快 导体快 我讲话能不能听见 对了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兄弟 你不能放弃美甲 距离是一百多海里 我们前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除了体能和技能上的一个训练以外 更多的是学员一个心理上 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的 这个能力的一个训练 坐在他们中间 你就会觉得跟你在旁边看 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在这儿你可以清晰地听到 我们的学员们沉重地喘息声 能够感到他们的体力在有巨大的消耗 一百多海里相当于将近两百多公里 像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受的 学员们要在这趟艰难且漫长的航行中 互为支撑 彼此依靠 经过这样的魔力 学员们将明白同舟共济的真正内涵 同舟共济不仅仅是人民海军 每一名官兵升职于心的坚定信念 也是占有情义的坚实载体 每一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 都必须深刻领会 代代继承 我来了17年 那在17年之前 我们的老前辈就一直在坚持这个 划过去的这些人 他不是靠一个人来划过去 我们有句话 在拜年修的同船共济 我们山板还有句话 无兄弟不山板 无兄弟不山板 这是相伴一生的同学情谊 更是生死相依的战友承诺 教员严格训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学员们 做好共同作战的准备 会碰到边航行 一部分人边往外逃水的情况 不是下雨 是涌浪很大 涌浪然后涌进山板 就是很累 但是 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过程 之前如果说没了军校之前 你会想过自己能有这种机会 干这种事吗 确实应该不会 应该想不到 海军大连舰领学院的课程安排 也有深意 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海军军官 是敢于傲视风浪 在清涛中挺起脊梁的军人 风浪大不是我们舰领学院 学员害怕的理由 所以肯定能顶得住 肯定必须能顶得住 尤其是学员十二队 必须顶得住 战风 动了 战风 动了 学员们的朝气 乐观和荣誉感 让记者似乎看到 未来的他们登上战舰 纵横大洋 豪情万丈 我想当他们真的闯过这一道难关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脱胎晃子的变化 他们离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会更近 下业群职 山板远航锻造学员们的品格 但如何应对军舰上突然爆发的致命危机 也是学员们必备的生存技能 接下来 一场火灾和沉船的训练 正在等待着他们 主要是面向未来海战当中 舰艇可能被导弹 火炮余力几栋 这种爆炸起火 对舰艇的安全和生命力 构成了极大的危机 那么出于这样的目的 我们对所有的学员 开展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训练 这是我们舰上的机枪 放发动机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舰上最容易着火的地方 因为它既有动力 也有油 也有电力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模拟的火点 就是火从这儿喷出来的 对 无论它规模和它的大小 我们都可以 面对教员布设的熊熊烈焰 学员们必须四人一组 密切配合 才能与之抗衡 这已使海军学员 未来成为战舰指挥员的 必被尽力之一 当然教了我们这么多的本事 但是我们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不会感到害怕什么 能直接进去吗 因为我是第一个人嘛 所以说我必须手当其冲 学员们虽然很年轻 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已经把使命和责任的意义 刻进了他们的骨子里 好 冲进了 那个火都烧到二楼了 那个火直接窜到了二楼 看门后充足的氧气让火势顿时窜得很高 但学员们的行动却没有迟疑 可以看到我们的学员们还是很英勇的 尤其是第一个 一点没有油 一头就扎了进去 我们的学员们的确非常的勇敢 也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 在火场中 学员们用水枪频频压制烈焰 利用较远传授的方法 成功熄灭了这场大火 为了能够让学员们 全面掌握舰艇上的生存技能 在隔壁的训练场 正在模拟舰艇被击穿后 大量漏水的极端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是内翻边的一个破口 模拟的是炮弹从外打进来的一个状态 咱们这个训练场的话 有各种破口 那么基本上是能够遇到的 这种中小型的破口都有 这个的话咱们模拟的是一个大裂缝 这个大裂缝的话呢 别看这个缝是小 但是这个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水呀也是非常大 那么咱们要利用身边一切可用的物品 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 用身体去 要用身体去 训练已开始 汹涌的海水瞬间灌入船舱 要想堵住破口 个人技能和团队配合 缺一不可 模拟舱舱内同时出现两个破口 十分考验学员的堵漏速度 尽管学员们的配合还不错 但仅仅仅两个破口 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但这一次 教员没有给学员们准备相应器材 这是考察学员们第一反应的最好时机 此刻漏水已经是无法遏制 但学员们却可以用身体来延缓水流速度 在实战中 他们勇敢堵漏 就可以为其他战友 汽舱逃生 争取更多的时间 这一山道现在完全是紧固了 我得到了 我得到了 我们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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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山了 既然有没有看到 我们知道 既然有没有身体过了 什么 他们就打出了这么长的血 他没有我们的血 我们身体还没有活动 这个水流倒是多么的产品 现在学员已经完全涨上来了 看 已经马上跳到老师吧 尽管说我们学员还是非常的年轻 但此刻他们已经具备了用自己的身子 来保护战友的一生 这个就是大连舰尼学员 要交给他们的最重要的相容 如果说刚才没有我们的学员 用身体堵住这个梦里的大连号的话 我连拍摄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大家就能感受到这条水流的意义了吗 如果当时是我一个人的话 已经担心了 但是因为有我们一个核化小组在 然后一起团队协作 一起来那里方的水流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一起能够开始能够通俗的 就是有同学们在 有战友们在 对 团队的力量是无形的 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学员们虽然学习的是军事知识 锻造的却是军人的品格 然而在课余生活之中 学员们也和普通大学生一样 会根据兴趣组建各种社团和俱乐部 其中就有一个俱乐部 频频参加各种国际顶级赛事 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世界文明 船船训练与他们未来的岗位任职 是紧密贴合的 怎么样来运用大自然 就是风啊 流啊 浪啊 还有去战略战术 去战胜对手 海军是国际化的军种 帆船也是一项国际化的运动 历来被世界各国海军学院所重视 为此也会举办多项 面向各国海军学员的国际赛事 他们也很期待看到中国的海军学员 然后来参加这样的赛事 也想了解中国现在的一些现状 我们学员更多的是出去以后交流 展示我们国家海军学员的这种精神面貌 就是让他们在这种国际交流上 就是更自如 更自信 也更阳光 你肯定会感觉到其他国家 他们学员的管理模式或者训练模式 然后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 能说过很多东西 今年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派出帆船俱乐部的学员们 代表中国海军奔赴斯里兰卡和意大利参加国际比赛 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学员的风采 那我们斯里兰卡比赛是拿到了综合成绩的一个第二名 那么意大利比赛我们是25个国家参赛 我们是排名第五 也是让国外其他国家海军院校也是大吃一惊 帆船俱乐部的学员们 不仅为中国海军争得了诸多荣誉 更把他们对海洋的热爱深植于心 我们在这里是在实践中学习帆船 是在实践中学习海洋 很多满足感 这也是能支撑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一直坚持在这里 为自己热爱的事情 兴趣和热爱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当学员们驾驭帆船 在海面迎风破浪时 还有一批学员 马上要提交自己的科研成果 只不过他们的目标 不在风高浪急的海面 而在寂静神秘的海底 无人装备是未来装备的一种发展的趋势 我们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只计合一 对名指挥员来讲 只有充分了解了一型装备的性能体数 它才能够更好的对这型装备 对这型装备的使用人员进行指挥控制 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尽管学员们改装的无人艇 看上去有模有样 但能否找到水下的东西 还要进行实地的测试 大家看到这个圆柱体了吗 这就是我们这次无人艇测试 要寻找的目标 等一下这个目标 要按照教员所指定的坐标 沉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的学员就要用无人艇 开始进行寻找了 那么他能不能找到这个目标 将直接关系到他这本课的成绩 因为这片海域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然后底下的海底环境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可能存在一些异物 然后导致在我们判断的时候 会产生误判 随着无人艇下水 测试正式开始 由于无人艇靠声纳来探测水下目标 需要学员根据声纳图像 排除干扰 精确判别 这是一项十分依赖经验积累的工作 这些年轻的学员真的能成功吗 我们找到了三个仪式目标 然后其中二号目标 我们觉得它比较符合我们的目标的特征 尽管学员们改装的无人艇 具备一定的声纳探测能力 但图像判断经验的缺失 让学员们意识无法给出最终的判断 从数值上看是比较接近的 我也想通过让学员看到目标的水下姿态 和声纳图像上的目标的姿态 进行一个比对 这样积累一些经验 为了让学员们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教员决定带他们潜水 亲眼看一看神秘莫测的海底世界 当教员跟我说 他要亲自带着学员下水 去检验学员们的探测结果的时候 我确实有些惊讶 我完全没想到 我们海军大连舰领学员的教学实施 如此之扎实 那么这一次他们的探测结果到底准不准呢 我们这就下水一探究竟 如果发现了目标 比较目标我们转一下 看看他这目标的指向 然后去除他的方向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准备下潜 在下潜了十多米后 教员根据学员上报的疑似位置 找到了沉在水下的目标 对于学员来说 能有机会亲眼验证自己的探测结果 能目睹目标的水下姿态 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经历 长度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两米长度 和你们之前判断的一不一样 一样的 就是我弄不一样 探测 搜索 识别 到最后的确认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都经历了 应该可以给学员一个 提升好的直观的一个感受 这是一次教学 也是一次鼓励 学员们付出了努力 收获了自信 而且增加了宝贵的实际操作经验 此刻 他们距离成为一名 真正的水面舰艇指挥员 还有更想不到的关键考验 此刻在我身边的 就是弦号为563的海军赵庆舰 赵庆舰是一艘护卫舰 我们的学员就要在赵庆舰上 开始自己为期一个月的舰艇实习 这也是他们军校生涯 至关重要的最后一课 不过他们的实习经历 可谓相当精彩 这是海军学员成为舰艇指挥员的 最后一步 上舰实习 我们学员上舰实习 会亲自实际驾驶我们的舰艇 实际制定我们航海的计划 会实际使用武器 护炮 主炮 甚至导弹的发射 都用我们学员来操作 也可以说是打通院校理论教学 到部队实践 最后一公里的一个过程 学员们会在舰上官兵 手把手的指导下 将各种装备和理念 与自己四年学到的知识 相结合 达到一名指挥员 应有的顺利 比较之后 能够更快地适应它的岗位 也算是进一步加快 海军人才的培养进程 会明显地感觉到一些成长的立场 以及一些应该去怎样去学习 怎样去适应新的舰艇环境 这样子的知识 而我对未来的进步 其实有更大的信心 伴着清晨的朝阳 我们的赵庆舰带着学员们 即将开始一段新的航程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学员即将毕业 届时 他们将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 以光荣的海军军官身份 奔赴各型队连舰艇 开启他们波澜壮祸 崭新人生 此刻 你羡慕他们的生活吗 那就加入他们吧 欢迎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我们是未来的海战精英 我们的中土 是新城大海 不走为师 同招不信 来建议 我们做兄弟 我在大连舰艺院等你哦 刚才和我们的学员们 真正地进入火场 尽管说我们的同步 但真正觉得这个热浪十分拙人 在里面你会感觉到 他们的勇气 他们的激情 以及他们的胆量 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些学员们 可敬的地方